注意看 這個男人太狠了 這個完全不是台灣的用語 不過我覺得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真的匪諜滲透到他旁邊 行政要抓匪諜 第二種搞不好 蘇珊有意的 對大陸人之作戰 為什麼 為什麼不行 傳到大陸去給阿姨好 你們來對我作戰 我跟大陸跟你們拼 看你們的總理 跟我們比 跟行政人比 到底誰做得好 這個搞不好是有這個用意 所以你們都誤會了 蔡英文說 到底會不會整船溺水 因為他們去那個什麼廟 那個江泰宮 釣魚那個江泰宮 對不對 院者上溝 江泰宮 原來面有個江泰宮廟 因為據說 蔣王安當時有派代表 去點什麼七星燈 尤其是苗栗縣長 中東景 因為那時候都是他不行 他不可能一堆問題等等 他去 所以他會當選 當選了 所以這個江泰宮廟 好像大家覺得有一點靈驗 那最近他沒有去抽國運籤 那麼抽出來呢 說是這個集籤 但是也說 這個州里古渡灘 就是說你如果 不改組內閣 整船會溺水 那到底怎樣 是真的還假的 那另外呢 就是說民進黨 這次不是在檢討敗選嗎 大家都不講蔡英文 那你蔡英文不是 你是只有打敗的將軍 沒有打敗的兵啊 你是領頭的啊 對不對 黨也是你領頭 很多都是你提名 你也不搞初選 都你指定 什麼林志堅啊 什麼都是你要的 然後呢 這個鄭 你更不用講了 也是你總統 他說 老實講 你不用老實講 我們也都摘 老實講 都跟我有關 我以持續當主席 那持續當主席 又怎樣 就算了嗎 他例子說 雖然人家敗選 經常都沒有談我 但是老實講 都跟我有關 那為什麼不提你呢 不敢提啊 那你這個敗選檢討 到底算什麼個檢討呢 另外呢 說呢 連國防部長邱國正 也傳眷情 主要那個疫情延長案 說他們啊 報上去有40個版本 我也搞不懂 怎麼能搞出40個版本 來 這個樣那個樣那個 他發現各種不同的 這個做法 上面都不滿意 後來呢 他說年底會決定 還被人家潑冷水 服怨還說 我們決定 不是你決定 不是也決定了嗎 但是呢 說他覺得很沒意思 這樣什麼意思 被你們這樣羞辱 來 鳳希怎麼看 我覺得今天蘇貞昌的 所有的動作 只是凸顯一件事情 他很想要繼續做下去 而且還在做隔魁保衛戰 我覺得關鍵就在這裡 那蔡英文自己 能不能夠擺脫得了 蘇貞昌 他能不能按照他所說的 和平保台這件事情 然後呢 言行一致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他換不換蘇貞昌 因為蘇貞昌所採取的 所有的作為 剛剛嘉瑜為什麼會說 他覺得很生氣 他覺得很好笑 這個小編到底怎麼了 怎麼會用這樣的梗 為什麼會這件事情變好笑 是因為你已經把中國大陸 妖魔化了 你也把抖音妖魔化了 當你把這中國大陸跟抖音 通通妖魔化了之後 你所有模仿的行為 通通就變得可笑 如果今天你重新的去認知 抖音的竄起 抖音的成功 就要抖音這一種 像病毒一樣的快速的這一種 這種茁壯成長 不管是用TikTok或者是抖音 他背後是有他的市場邏輯的 他很準確的掌握到年輕人 對於短影音的需求 而且他很快速的降低了 每一個使用抖音的人 他如果要傳影片上去的時候 我要傳出一個 能夠讓大家受歡迎的 我就有各式各樣的模板 所以剛剛講那個模板 為什麼那個模板受歡迎 因為那個模板就會讓我 傳的影片我不用很厲害 我就算是一個老阿嬤 我也可以用抖音 所以老少嫌疑通通可以用得了 而對年輕人來講 快速的短影音 對他們來講說是有效的 所以蘇貞昌要模仿的 或者他的小編要模仿的 就是年輕人喜歡的那種短語音 你之前如果沒有把人家妖魔化 這件事情都不可怕 是因為你先把人家妖魔化 你這件事情就變得可笑又可怕 所以蘇貞昌是一個 腦袋還跟不上時代的人 可是他的腦袋是很想要權力的人 那想要權力但又跟不上時代 我們就會看到 我們這個時代的可怕跟悲劇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